进风生活园区猫头鹰公园启用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特别举行的 环保公益爱花莲画我们的家绘画野餐日 以绘画方式办户外油漆空间 搭配市集还有公益活动 期盼可以促进亲子交流还有相处时光 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近年积极举办青年与亲子活动 13日进风生活园区的猫头鹰公园启用后 举办环保公益爱花莲画我们的家绘画野餐日 吸引不少家长带小孩前来参与 市长魏嘉贤也出席活动给予支持 那我们希望每个孩子在快乐当中成长 那我们也鼓励很多的社团来这边举办一些亲子的活动 那这边有说故事区有游玩区 那还有棒球圈区 每一个区域都可以让孩子有不同的想象空间跟游玩空间 那再只要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家长孩子 那如果玩累了也可以到图书馆里面去借本书 带回去晚上的时候为孩子讲一个故事 这个活动就结合了猫头鹰公园 然后做了非常多丰富的活动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真是有一个创意绘画的活动 在全园区你都可以来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来绘画 然后我们也结合了可能是有滑板的啊 或者是沙画的活动让小朋友来不同的体验 最后我真的是要非常感谢我们过去这一年当中 就是办了许多亲子的活动 很感谢市工所 谢谢魏嘉贤市长 然后每次都很支持我们去办理这样青年跟亲子之间的活动 让我们可以每一次这样活动都非常顺利 创意绘画让儿童发挥想象力 表达对家人的关心 还有假日电影院办理接书证 打卡送气球 回收费电池换环保小礼 并搭配市集活动 除了让孩童培养阅读习惯或走出户外 也让孩童与家长有更多增进情谊的机会 记得将帮远华林士报导